欢迎回到深入阅读书会管理的使命 在二十几年前彼得·杜拉克他就提出了 企业跟政府之间他们的接触很重要 那在这个接触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哪一些面向呢 这边就有Arene来替我们讲讲看 好,那我们企业和政府之间怎么把它串起来呢 我们中间最重要的角色就是我们的经理人 这本书的作者提到说我们经理人最重要的社会责任之一 就是妥善处理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政府和企业之间他关系 他我们早期他的历史模式就是有重商主义、立宪主义 那可能重商主义比较代表的就是日本 那立宪主义就是美国 那他们主要都是强调就是政府不能干预经济 那书中作者提到说他有四个面向是特别需要被留意的 在这本书里面因为随着时代的演进 那重商主义、立宪主义在经济演化的过程呢 都会产生一些新的问题 因为我们可能不是单纯的 经济模式不再变得就是不再是很单纯 可能会有一些混合型的经济啊 还有一些跨国的企业啊 或者是像我们前面几章节有提到就是专业经理人的兴起啊 还有除了政府之之外那有一些就是企业要负担起就是社会责任啊 因为这一些种种的问题呢 那开始需要就是企业的管理人他需要去留意哪四个面向呢 他其中有一个就是准则就是经理人的自主权 就是在经理人对于企业的绩效要负责任 然后要具备自己专业的自主权要为了他的经济利益 然后还有他的社会利益他要去做管理 那这一理念书中有提到详细的细节 大家可以再看书 那另外还有一个准则呢 就是健全而有功效的政府 因为我们现在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 那我们政府要担任就是政治的决策者 那我们就是企业的经理人就是要去算是监督吗 就是因为社会变得很复杂 有时候政府要承担的东西变得越来越多 那可能就会变得有一些可能管理上会变得越来越松实 那我们的企业经理者虽然不能就是 就是他们不是政治家 他们是企业经理者 不能就是没有办法去干预政治 但是他们能从旁就是去修复期 应该就怎么说 去治理政府跟企业之间的关系 然后避免就是削弱 就是正式决策的能力 大家可以再看书有比较深层的说明 那另外呢就是有提到说 因为刚刚有提到 因为现在开始有很多跨国的企业 那在经济自主权的部分呢 就是因为每一个国家他有不一样的 就是不一样的各国政府在组织 那如何在各国政府组织当中 企业跟各个国家的政府 那取得一个和平共存 这个是作者也需要大家留意的 其中一个部分 那最后一个呢就是 就是大家就是作者希望思考的 这个面向他不是在强调 就是去思考企业的危机 而是想要强调说 这个是是思考 这有可能是政府的危机 因为现在的企业经理人 必须要把就是 政府及社会 刚刚有提到嘛 就是社会的责任也是要纳入 自己的管理的思考当中 那所以他们要如何维持就是 企业跟政府之间和谐的关系 然后有效的运作自己的企业 这个就是管理者需要去做思考的 基本上 公司企业跟政府之间的关系 如果处得好的话呢 其实说真的对整个社会来讲都是好的 那最后我们就会来谈谈就是说 企业对社会负责 那他在承担这些责任的时候 他有没有一些 什么东西要去事先考量清楚的 这个部分我们下一段再来讨论